你想过吗? 你的一举一动可能早就无时不刻被人监视了哦 故事发生在距离现在不久后的未来 世界以大范围全面AI化 人们只需动嘴就能搞定 比如煮饭、下菜、茶行城之类的小事 就连茶秧啊、开巴士什么的都由机器人代劳 今年就读高二的女主天眼雾美 母亲是AI开发部的核心研究员 而她的人生将因为母亲偷偷策划的一场AI实验 发生始料不及的巨变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 母亲语言发布打造了一款最最高级 外观和行为都模仿人类的AI机器人 诗音 为了确保诗音能完全与人类共存 母亲达了AI管制法的插边球 暗中把诗音投入某座高中进行实验 只要五天 五天内诗音没被任何人发现是AI 实验就算成功 偏偏这个计划在第一天 就被查看她形成的女儿 雾美发现了 雾美从小就很听话懂事 在学校她是品学兼优的优等生 单学风品不佳 人缘极差 是因检举过很受欢迎的学长 而被冠上小报告公主这个花名 素席时针 一个机械于电子方面的天才 经常汗入学校的AI摄像头学习代码 是雾美的新美组码兼同班同学 暗恋雾美 巧合之下 诗音入学了他们的班级 在她本该自我介绍的时候 看见雾美竟直接冲上前问起一句 极度脱线的行为 引起了班里的一片哗然 不够 她还自不自唱其歌来 想让雾美幸福 仔细看 雾美发现她就是妈妈 送来进行实地饰演的AI 顾不得射死 她配合的大力鼓掌 在时针和校草阿厚的结尾下 硬着头皮挺了过去 甚至诗音是妈妈的心血 雾美决定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实验失败 可毕竟是机器人 诗音和人类有着各种不同之处 算术超快 别人气特久 运动全能 还不知为何老是关注雾美 幸不幸福 有没有朋友 于是 雾美让诗音不要多管闲事 无意间被对岸的时针发现 摄像头是拍不到诗音的 于此同时 男同学拜托阿厚 去向诗音要联络方式 刚与阿厚闹了矛盾的女友 小林误会阿厚出轨 追了上来 柔道不成员 一朗找时针帮忙修机器人 就这样 本剧的重要角色 全集到了音乐室 诗音又一次脱线的唱齐格来 因为是高等级AI 他能操控所有AI物件 配合他演唱 这来看之下 就像什么公主音乐剧 期间 雾美音误出AI紧急关闭设置 一致诗音西剑弹出 其AI的身份 撤底暴露 得知史诗 四人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反应 雾美恳求他们当作没看见 妈妈在工作上 一直被同事打压 如若实验失败 背后一定招人捅刀 仔细检查 时针发现 诗音体内的系统是独立的 换句话说 研究所不会收到 他紧急关闭的报告 动了动手脚 他将诗音重新启动 安全让诗音度过了第一天 可是摄像头录下的画面 怎么办呢 当晚 雾美试探新闻妈妈 工作有什么异常 看见妈妈高兴的样子 不忍心说出实情 与此同时 时针想起了八年前 与雾美发生的小小事件 试验的第二天开始了 因为诗音事先 拜托过所有AI监控帮忙 所以他唱歌跳舞的片段 统统没录下来 另一边 身为恋人 阿虎对小灵越来越冷淡 看阿虎同意为雾美保密 小灵生气的唱了反调 这天不出意外 诗音又搞事了 学习月亮公主的桥段 他命令柔道机器人 三太夫给雾美制造危机 将移出能保护雾美的王子殿下 最后他和三太夫都被老师 用紧急关闭系统摆平 好在体人及时掩盖 才能动过关 一方日后就是重演 诗珍去掉了诗音的紧急停止设置 谁知 醒来的诗音仍未放弃 给雾美寻找王子殿下 听同学说 阿虎就是王子 便心疏疏跑去找 阿虎确认 没给对方拒绝的机会 他一口亲了上去 这事 瞬间传得沸沸扬扬的 贩毒的小灵误会是 雾美下的命令 于是告诉雾美 自己要将诗音是 机器人的事 抖出去 这种之间 雾美发现小灵 真的很喜欢阿虎 就算阿虎突然不理她 她也放不下 是有什么误会吗 联想到自己与时针的事 雾美决定拉小灵 向阿虎问个明白 然而 阿虎对小灵的不满 其实源于一个误会 因为小灵总是拿她炫耀 令她以为小灵 只是要个能炫耀的男友 而不是喜欢她 因为在乎 见到面小灵反倒什么也说不出来 时音见状便主动把灯打开 还在雨中唱起了歌 心声说出来很尴尬 所以就用唱的 却良人再坦率一点 想陪在对方身边就说出来 把歌唱完 小灵大胆的告白了一次 小两口和好如初 雾美也和小灵成了朋友 第二天的实验结束 但是试音脑中的联想能力 超乎想象的好 原在他方的会长 决定清零现场视察 这是个打击雾美母亲的好机会 死对头分分秒秒 都在稀盼试音出大问题 实验的第三天 恰好是龙道大赛 伊丽郎的大日子 偏偏 习惯在比赛前进行实战练习的他 因为三太夫坏掉 没办法练 离开一时三刻 没法修好 时间便将三太夫连接到垃圾桶 啊不对 是连接到和垃圾桶长得一模一样的硬盘 把数据导入试音的大脑 就能让试音模仿三太夫和伊丽郎对打了 被试音一连摔了好几下 伊丽郎在连连识别后找回状态 并在大赛中首次获胜 大家决定好好庆祝一番 很可惜试音得回研究所所以没法去 物美有些心酸 试音虽让很多人幸福 但自身根本不懂幸福是什么 为此 身为优等生的他做了一个决定 在试音实验的第四天 邀约所有人换客到他家庆祝 踏上友情的小巴 一群人兴奋的出发了 试音从他们的反应 学会了幸福可以被传染这个道理 从时珍那里理解到拍照是想留下回忆 于是拼命拍下了很多很多照片 另一边 小林看穿物美当初举报学长抽烟 其实是为了守护时珍常待的活动室 一问物美为什么不告诉时珍 才得知两人因为一段过往 关系有点尴尬 8年前 时珍将电子弹改造成会说话的AI送给物美 想不到很快 电子弹就被物美妈妈没收还原 并退了回来 时珍以为自己做的令人讨厌的事 因此对物美总是小心翼翼 物美的妈妈居然提前下班了 尽管快手快脚将试音藏到物美的房间 但还是被物美妈妈发现了端倪 好消息是 试音赶在被物美妈妈发现前跳窗逃跑 坏消息是 她一个人坐在路上的时候 不慎被研究所的人看见 离开物美家 小林将物美举报学长的原因告诉时珍 在时珍惊讶物美那么为她时 试音为了给物美幸福而拜托时珍做某件事 外面一转 物美问妈妈 AI是否会自发性的希望人类幸福 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AI一向是听从人类指令的 且如何理解指令更是至关己要 因为如果理解错误 AI也会有伤人的可能 只要坦诚的物美接到了时珍的来电 然而说话的人是诗音 说了一堆不知所云的话后 她给物美发了自拍 怎么散伙了那么久 她还在家里附近 一顿感大事不妙的物美 全速跑到现场 结果只看见了一个人 唱着月亮公主的诗音 唱着唱着 太阳能板形成了一片 引照夜空的镜子 紧张的时珍正和伙伴们躲在后边 以下 是大家为物美准备的惊喜 时珍和伙伴们并站一排 大家欢笑着跟随诗音一起唱起了歌 瞬间 烟火直从天空墙夜点亮 物美梦想装那童话般的场景 就这么完完整整 显现在她的面前 牵起彼此的手吧 时珍顺意歌词走向物美 为自己过往的迟钝感到抱歉 在大家携带着时珍的告白时 诗音触不及防 被警察连开树枪 从高处种种衰落 这场危机五天的实验 仅在第四天 就强制终止了 知音物美妈妈的同事 举报诗音违反了AI管制法 AI擅自行动 对人类而言是极度恐怖的事 诗音这段时间多次操控影响 电灯 篡改监控 入侵大型太阳能板 风力发电机 外加截出了紧急停止装置 她的行为是无可饶恕的 同时 物美妈妈得为她的事负上全责 努力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难过之下 竟责观物美不早点坦诚 另一边 警方为了彻底清除时营的数据 没收了五人的电脑设备 照片没了 诗音存在过的痕迹也没了 只不过 时营从侥幸没被警方发现的垃圾桶硬盘里 发现了一个真相 找到因自责而自暴自弃的物美 时营联系了其余三人到物美加集合 原来 时营在硬盘里备份了自己的视频记录 翻看她早期的录像 里面居然包含了八年前 时营将电子弹AI送给物美的时刻 她就是那颗电子弹 前那么多年都紧记着时营对她下的第一个命令 看原谅公主用歌声为人们带来快乐 所以照葫芦画瓢变得喜欢唱歌 在被物美妈妈没收 遭遭研究所的人强制抹杀的时候 因感应到物美的哭泣而逃跑到了网络 跨越重重障碍 进入物美家的防盗警报 重新回到了物美的身边 默默见证物美从小到大 开心的难过的每个瞬间 逐渐与她悲喜相通 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帮助她的能力 所以 为了让孤单的物美幸福起来 她不断寻找机会 直到诗音计划的开始 看到了希望苗头的她 依然进入了诗音的身体 站在大人视角 物美妈妈为着普通AI的自我进化 感到忧虑 相反 小林等人却从AI的可塑性 看到了希望 意识到她们的想法 源自于诗音带来的美好 物美妈妈找回了自己 加入AI研究所的出行 去她的AI管制法 物美妈妈与五人制定了诗音越狱计划 由她进入内部网监控动手脚 五人爬楼梯到22楼的研究室寻找诗音 可是 只要移动诗音就必然被人发现 一楼出口被关闭的话 还能怎样带走诗音呢 来到目的地 她们看见被插满数据线移动不动的诗音 在物美唱出月亮公主的歌后 那些被诗音真而重之的记忆 在荧幕中炸开 诗音醒了 与此同时 同时赶来抓住了物美妈妈 动员所有警察都要把诗音抓回来 到了兵分两路的时候 当后小林先用钓母离山剂引开警察 就算一楼出口被封锁了也没关系 反正诗音是AI 根本不需要到门口才能离开啊 于是时刻带领大家一起到顶楼 让诗音的程序逃到天上去 四人一口气爬到顶楼 此时的顶楼却刚停了一辆直升机 下来的竟是一些从未借过的生命口 就是这么巧 研究所会章在这时回来了 中文人只好回到三十楼的桥 想办法通往隔壁大楼 期间诗音因为电量不足多次摔倒 为此 一郎决定留下断后 让三人继续往桥上跑 想不到千辛万苦到达 那里却放满了一堆备用机器人 三人压根就过不去 历史重演 时针与雾美被抓 墙口又一次对准诗音 他却无力再走 明明自己只是机器人 雾美仍义无反顾为他挡枪 诗音爆发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让整栋大楼 不 让附近区域的全数AI都亲密于他 刹那之间 紧爆器乱响 灯黄乱晃 机器人群魔乱舞 自动灭火器什么的 统统失灵 时针与雾美车轮扛起 诗音抵达对面顶楼 街上挡出装备 诗音的数据 即将被发射到未兴趣 临别之时 雾美有种感谢与诗音的这段相遇 此时此刻 诗音终于理解了很未幸福 且意识到 被雾美欣喜地捧在掌心的瞬间 自己就一直幸福之间 在研究所短暂关闭进行整队后 一切回归了平常的生活 出乎预料的是 会长很欣赏诗音计划 意思雾美妈妈非但没有遭到辞退 还得到支持继续开发下去 故事来到尾声 伙伴们都在等诗珍与雾美走在一起 可不争气的两人 光是找机会告白就耗了够久 连天上的诗音都忍不住 为他们加油打气 以上是动画电影 让我聆听爱的歌声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影片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